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老熊和大笔狗的故事 在森林里头,一只大笔狗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下 屋顶上的一株狗尾巴草朝大笔狗使劲地点头,又使劲地弯腰 大笔狗忽然有一种想要做事的冲动 点头是因为有风,弯腰也是因为有风 正在他兴致勃勃地做诗的时候 邮差的铃声突然清脆地响起来了 大笔狗,你的姓! 吓了大笔狗一大跳 具姓人是翠狐连鹰道旁老梧桐树洞的熊 它是一头很老很老的熊了 这已经是这个星期以来 大笔狗收到的第七封信 每一封信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亲爱的大笔狗 这个冬天我恐怕要永远地睡过去了 请求你在入冬天前来翠狐连鹰道旁的老梧桐树一趟 听我最后一次忍悔 否则我会带着遗憾离开 即使你偷骂我一顿 狠狠打我一顿 我也会觉得好受些 你曾经的老朋友大熊 谁都知道五年前 老熊和大笔狗之间的那场格斗 大笔狗惨败了 谁也都明白 那只是一个误会 只要老熊不听信他人的一派胡言 一切都不会发生 大家还是彼此的挚友 依旧会一起看日出 一起品菊花茶 一起挠戈之窝闻臭脚 可是这一切都在那场格斗后 如烟雾一样飘远了 老熊或圣后 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真相 或许对朋友大笔狗 存有太多的愧疚 他连夜搬走了 谁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直到这个星期 大笔狗收到他寄来的第一封信后 才知道他去了翠湖 遥远的翠湖 其实也不远 只要走过一座小桥 翻过一座山 再经过一个农场 一个园野就到了 但是大笔狗不能原谅他 绝不 大笔狗已经决定 大笔狗一定要还给他 双倍的痛苦 哪怕他已经势头快要死得凶了 晚上 大笔狗准备好了一切形状 准备明天就出发去翠湖 本来想好好睡一觉的 但还是失眠了 大笔狗想了一百个复仇的理由 又彻底摧毁了十个复仇的计划 所以天光亮起来的时候 大笔狗还是没有完全想好 要怎样去报复老熊 无奈 只好起床 先装扮一下外表 这次装扮够精心的 有点一绒树的味道 这是他的十个复仇计划中 唯一统一的一个步骤 而且是第一步 大笔狗唯恐别人看见他 会大声地惊呼 于是在出门后 很小心地不让大脚板 发出任何声响 啊 大笔狗啊 但是住在大笔狗家 院子相张树上的乌鸦 还是扯破喉咙 惊叫了起来 幸好他有点发呆 不像以往那样 发出第二声尖叫 路过青草地 一只刚要睡觉的老猫 也惊叫起来 啊 大笔狗啊 一路上 见到大笔狗的人 都无一例外地惊恐不安 大笔狗歉疚地 朝他们笑笑 是大笔狗的模样 吓到了大家 中午时分 翠狐林音道就出现在眼前 那棵老梧桐树 哗哗作响 已经有黄叶在飘飞了 秋天 已经过去了一半 老熊的树洞 看上去特别幽暗 尽管此刻阳光正好 大笔狗推开陈旧地 剥落了油漆的木门 发现一张木床 老熊就躺在床上 他脸色灰暗 见到大笔狗竟然老泪纵横 大笔狗铁青着脸 冷冷地望向他 哦 大笔狗 我的好兄弟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老熊已经没有力量下床了 他扮倚着 吃力地挥舞着两只手臂 谁都看得出来 这是拥抱的姿势 但是大笔狗不作声 也不上前 大笔狗只在想他的复仇计划 是挥起木棒敲他一顿 还是站到他的床上 伸出脚狠狠地踢他两下 或是大笔狗恨死他了 恨了他整整五年 恨得每天都在诅咒他 恨得大笔狗 恨得大笔狗此刻 想不出任何招数来毁他 大笔狗觉得 他所有想得到的招数 都不够狠 不够解气 大笔狗 老兄吃力地指了指橱柜 示意大笔狗把柜门打开 那是一叠厚厚的信件 所有的信都是寄给大笔狗的 大笔狗翻开来 闻到一股熟悉的清香 那是淡淡的菊花香 老兄在每一封信中 都加了一朵野菊花 他写道 来 大笔狗 先让我们来喝杯菊花茶吧 这是他写每一封之前 必写的一句话 然后才是信的内容 大笔狗 今天你去散步了吗 路边的蒲公英 长小绒球了吗 我真想和你一起 吹飞它的小种子们 大笔狗 今天是你的生日 以前过生日 我们都会一块 揉面粉做蛋糕 吃蛋糕的时候 我们会把自己抹成大花脸 然后满地打滚 唱一首快乐的歌 大笔狗 我做了一顶太阳帽给你 就在墙上挂着 看见他 看见他 我就会看见你傻乎乎的笑容 和清澈的眼睛 大笔狗 老兄每天都给大笔狗写一封信 那些信装满了橱柜里的三个抽屉 大笔狗一封接一封读着信 硬是不让自己铁青着的脸缓和下来 但是大笔狗不能控制内心 剧烈地翻腾 老兄 老兄 什么叫融化 融化就是想哭出来 融化就是想原谅你 融化就是一切恨都烟消云散了 大笔狗完全被这些煽情的蚊子所灼烧 啊不 这不是煽情 是真情 大笔狗被真情打动了 我已经原谅你了老兄 我从来都没有怪你 大笔狗给了老兄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大笔狗烧了一壶水 和老兄泡菊花茶喝 阴晕的香气 弥漫了整街阴暗的树洞小屋 后来的一个星期里 大笔狗拖着背 弯着腰 下巴上蓄满了胡子 像来的时候那样 装扮成一只老年大笔狗的模样 伺候着老熊 直到老熊 欣慰地闭上眼睛 微笑着永远地睡去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大笔狗长舒一口气 走出洞口 阳光似得大笔狗晃了眼 大笔狗把下巴上 密密喳喳的胡子 卸了下来 撕掉额头的皱纹贴 又把老花镜放进了背包里 然后站着身子 戴上鸭舌帽 老熊 老熊不知道 大笔狗是冒充的 他真正的大笔狗朋友 是大笔狗的爸爸 而大笔狗的爸爸 早在五年前 那次格斗后的第二天清晨 永远地离开了 是老熊 用大笔狗爸爸 送给他的宝剑 刺中了最最要好的 朋友的心脏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我是恩吉阿姨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